好那么就在县政府的团队与花林县长徐政卫来到玉里安通温泉区会摊的时候 邻近的安通部落族人也来到县场向县长反映 过去部落是有温泉的但是荣景不在 希望县政府在推动温泉季的同时也能够结合部落 让部落更多的参与打造推动部落的观光 就在县政府团队与县长徐政卫来到玉里安通温泉区会摊的时候 邻近的安通部落族人也来到县场向县长反映 过去部落是有温泉的但是荣景不在 希望县政府在推动温泉季的同时也能够结合部落 让部落更多参与打造推动部落的观光 我们安通部落以前有做过两期的打深水井 大概600米的那个热水没有出来 我说希望说第三期的工程能够继续下去 应用到在部落的居民的身上回退到居民的身上 因为在安通温泉这边的回头没有 县长有回应针对结合部落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的部分 县政府会与地方再做对话继续整合来规划 社区发展协会以及里长村长的部分 我们也都整个从这个上面到我们的地方都把它做整合 希望把观光效益能够扩散到最大 县政府观光处表示温泉季最大的卖点还有就是温泉转车 并且也已经做好口碑 历年来深受民众热烈回响以及好评 今年会在好好的整合邻近社区景点 共同合作提供游客食宿游购型最完整的旅游体验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